如何看待市中心的柜绩的数字是否符合市场的预期 以及管理层的变动 会否削弱了大家的信心 我想今天盘前在对跌2.5% 其实暂时对出来当然未对实 但在跌的因素 或少比较倾向就是管理层那边的变动 我觉得是多一点拖累 因为说真的如果你只计业绩 特别是第三季的数字其实是挺靓的 因为经常都说的 这些新兴股无论是中心或是华雄 每次都会是季绩 会是预期是下一季的指引 其实看回中心之前第二季 比第三季的指引来说 今次对数字 其实那个收入环比的增幅 甚至乎无理的表现 两者都比当时对第三季的指引 其实只是大数已经比原本预期为之优胜 连带他今次比第四季的指引 其实你见到整个盈利能力 是再做一步加快的 因为其实他今次预期收入 还比第四季的增长 其实他分一乘一至一乘三 这些位置附近 其实增速比第三季还要快 而无理率就算过这几季 慢慢攀到三成流上也好 其实今次预期都是有三乘三 至三乘四这个 range 其实还是觉得有得胜 所以我觉得 无论从刚刚的业绩 甚至第四季的指引来说 而且也拉上全年的目标 其实从基本因素来说是正面 但唯独就是管理层的因素 当然这件事又不一定是负面的 但我觉得你今时有这些消息出现 那无疑对股价一定是反应比较偏审慎 负面的先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你当中的来龙去物 因为像你所说 蔣尚义突然间进来一年 不够又再走回 还有当天找他进来的主因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想透过他 以往台积电那些做过的东西 在行业的一些能力等等 能够帮中心提升到芯片的技术 去到越来越高端 而令到那个盈利前景 股脂各样又可以提高等等 但始终入了这一年 什么都未做的事情已经走 这个又令到大家 这个所谓当时的憧憬是没有了 但当然他走 有几个的说法 一来本身其实一向都知道 蔣尚义和梁曼松是不拗言的 其实当天蔣尚义来的那一刻 都传过梁曼松自己 想走 所以两者其实一向都是有点不厚言 那现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现在两者 或者解决了不是一件坏事 起码要清晰一点 但是始终刚才提到 本来想透过亚洲商业进来 拉高中心的技术 但是始终当中这一年有记得到 如果要提升芯片技术 特别是要做芯片的光刻机 EUV光刻机这么高端的东西 其实全球只有一家ASML出功课 但其实ASML一早已说明 不功课给中国 因为那种美关系问题 所以你可能反过来 是因为这件事拿不到货 掌上也都意气难生 不如走 所以实际当中是难说的 但无疑短线也要再看一看 例如未来有没有哪些人再进来 甚至可否继续推动到 大家当时对中心的 可能产品技术提升那样东西 这个我想要一点时间 所以短期无疑 可能这件事稍微看得多一点之下 短期股价会反复一下 但是如果你问我整个看法 其实我不是太悲观的 但只要短线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有点整固的调整压力 连带过去多星期 中心你说可能借小炒至即好 怎样也好 其实都弹了不少 所以我想这一刻可能有点整固 但是短期来计 看着大概23元这些位附近 10天线左右 看看今天可否继续受得稳 如果你说都能够是站得稳 没有很明显失手的 那我觉得就未必有太大问题的 但是反正如果真的向下市 连22.5、20天、50天都穿上去的话 那纯粹付一个短线操作的朋友来计 可能考虑退一退才会好些 是